嘿大家好 大家好 伯伯熊好 那麼今天我們帶來是池上的一個實戰解說 那我最近呢正在想啊 池上啊到底能不能成為一個穩定的第二得分點呢 那我們直接看到三角頭球 我直接衝過去耶 把你把張手拿開 替這顆球啊得到了救贖啊 這顆球直接掙脫束縛 第一顆球就怎麼樣回到我們的手上 我剛剛大概觀察了一下 我覺得對方高殺只會一直舉手要求而已 這個會將形成一個很大的防守漏洞啊 那在面對到這個有阿牧的隊伍 櫻木呢如果一直哼哼防守的話也會形成一個漏洞 那我覺得池上要抓一手二呢 就是要站在兩個防守者的中間 這樣才來得及啊去補防任何一位球員 好 那接下來呢這一招呢 是呢我常常啊 玩不管是哪一個角色 只要中距離角色 我都會喜歡這樣 直接回場之後站在線上 然後拔起來 因為很多人啊他會忘記啊 你看這個櫻木啊 連哼哼啊 都來不及哼啊 那玩猴子啊或什麼的 也都很喜歡用這一招 好 那注意一下 這個山井呢 就是給小啊 你有沒有看到 我池上大爺 我大二爺都來啦 他膽敢在我面前做假動作 好 那這邊高殺在要求馬上過去給予一個嚴重干擾 很可惜藍板在對方手上 那我這一場只要守高殺跟山井就好 所以你看我的站位呢 都站在高殺跟山井的中間 這時候山井想要一個step back 馬上跟上去一個閃電的走過去嚴重干擾 好 很可惜這個籃板球還在對方的手上 那這邊我已經到了山井面前了 結果他還連續做了兩個假動作 真的是很給小啊 還好被動沒觸發 不然的話這個球直接給他拍掉 好 那這一球可以看到阿牧呢 一直把自己當閃電俠 想使出閃電風暴 就突然一個變換跳投 這一球彈了一下 進去吧 現在的比數呢 來到了6比2時間呢 過了1分鐘而已啊 這一場的進攻效率還不錯 阿三井呢 球啊 硬生啊 被拔掉 那我這邊看到櫻木被騙跳 另一個人只會在那邊饒了我吧 所以呢 我就直接切入上籃 漂亮一個反手 打得對方措手不及 但其實阿高殺在用那個要求的時候阿 要完之後 你馬上按起跳鍵 是可以達到那個 就是那個火鍋啊 火鍋的範圍會增加的 那這一球有點可惜啊 我已經移到三井的前面 但還是被他投進去了 那我覺得池上其實在這一場打對方這個陣容啊 比較好打 因為呢 你看喔 櫻木呢 就會在我面前一直用坑坑防守 可是反而也是他一個缺點 我在呢 使出一個假投的時候我就知道 那他呢 可能沒辦法防我側邊 所以我就直接一個起馬射箭 而高殺也來不及防守 又是一個空位出手 其實阿牧也沒有想要去晃他們的意思啊 好 那這球呢 傳給三井 那三井呢 球的又被阿牧給操掉啦 阿牧這球分給花形 花形想要偷雞雞 結果雞雞被抓掉 那我這一球呢 趕快搶過來啊 還有十秒鐘再給花形 他還要再來一次啊 又被蓋掉了 那時間還剩下六秒鐘 我發現沒機會出手 趕快阿牧直接帝王牆頭試看看吧 又進啦 OMG 這個球啊 也是啊 運氣真的非常之好啊 怎麼可以這樣一直投進啊 那櫻木呢 這邊說 秀秀 農掉不負債了 趕快走趕快走喔 然後花形就浪開了 櫻木就有一個小人物上籃 突然覺得得分原來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容易啊 其實這樣就進去了 我的媽呀 連這個感應卡BB都不用 好 這邊接球猶豫一下做了一個假動作 再把球分回去 那這個時候我想說呢 這個位置試看看一個起馬射箭 又空位了 我的媽呀 這個起馬射箭也太好空位了吧 好啦 其實是對方啊 我覺得他站位站不好 因為我在起馬瞬間啊 高砂是往後退的 那這時候櫻木在籃下 嚇一跳趕快跟上去 那這一球 哇 又被櫻木偷到了 對方啊 現在準備讓櫻木當得分王啊 目前呢 還剩下兩分鐘 領先五分 欸 這邊呢 三井跌倒 但很可惜阿牧沒有使出帝王速投之類的 那注意一下 這是櫻木很常犯的 你哼哼防守的時候 你直接哼哼在阿牧旁邊啊 他絕對是空位出手給你看 沒問題啊 這一球又命中了 那我覺得那個櫻木呢 哼哼按太久了 他應該要這個即時的放掉 他趕快去補那一顆 好 直接開大招抄掉這一球 結果阿媽咧突然來的幸福總是短暫 球啊不到一秒 又被三井給抄回去啦 這是什麼樣的事情啊 OMG 被高砂呢 這個灌籃給他灌進去啊 等於是啊 我直接空了一個大招啊 那我這一球呢 趕快跑到最邊邊 球來了 結果呢 櫻木那個距離居然直接給我拍下來啊 也是厲害啊 抓到了我這個出手的瞬間 這邊趕快斜防高砂 注意喔 高砂這種啊 遠投啊 都是可以觸發 池上的被動啊 好爽啊 原來玩池上是這麼爽的感覺啊 這個球啊 又突如其來 又回到我們手上了 我這邊看到三井在抄我的球 馬上啊 一個後側 哇 這一球呢 雖然是受到干擾 但是還是靠著強運超人啊 運氣直接讓我彈進去 目前的比分7分領先 因為大招開起來沒人擋得到 現在呢 還是要比較嚴防三井 因為目前呢 只有5分的領先 來看一下 哎唷 有人跌倒了 但很可惜阿牧呢 沒有丟出技能 阿牧這個距離可以啊 我覺得剛剛那位置是可以中距離出手的 好 這個起碼所有人都讓開啊 空位出手啊 哇 現在目前的比分拉拉開到了7分差 我稍微比較安心 安心啞一點啊 好 三井這個stay back 直接被阿牧抓到的 地板球呢 落在我們的手上 漂亮 好 這邊阿牧呢 一閃之後 結果發現櫻木居然被一股東方神秘力量給拉扯著 被吸走啦 這難道就是校園流傳的小便斗會吸人的傳說 他真的要被吸走啦 結果吃了一個第三喔 OMG 比分拉開到了10分差 對方要追啊 應該是啊 不太可能啦 然後這邊再一個大招 把三井球抄回來 突然覺得啊 玩池上真滴好爽啊 那你看 因為我前面一直進攻 所以導致這個時候 三井想要協防我 那結果呢 阿牧跑到啊 他們家去偷吃小蟲餅乾啊 沒有人知道 我順便啊 再傳了一杯紅茶給他 直接空位出手啊 哇 這個防守漏洞也太大了吧 好 現在三井身上的光還發準了 那我呢 就來負責防守這個三井這個stay back 嚴重干擾 兩個他的 OMG 還是被他給投進啊 但 差不多該給啦 還是要給啊 系統這樣啊 不能這樣說話不算話 對不對 那該給的還是給給 喔呦 這一個空位直接拔起來 嚇我一跳 那目前呢 時間還剩下40秒鐘 目前0,9分 感覺還行 還行 那三井這個轉身會不會突然一個stay back 走到這麽前面 還想要騙我們啊 那這邊高超會突然出手呢 到底誰會出手 我趕快一個啊 閃電風位 哇阿牧的帝王蓋帽啊 蓋到了 漂亮漂亮 不過這一球啊 直接把幸福啊送給對方也是蠻屌的啊 那之前呢 有人說啊 這個慈善啊 也可以玩一個啊 能量流啊 一場嘛 大招最多啊 可以開到六次也是蠻扯的 那我這一場的話 就是一般的慈善啊 那大招呢 到目前呢 累積了三次 但是因為這一場得的分數比較多啊 哎呦 我這一球被三井蓋掉了 這一場的分數得的還蠻多的 然後再加上助攻也有 所以呢 大招累積算蠻快 不然一般慈善 如果不是能量流啊 好像 大概落在兩顆吧 兩到三顆差不多啦 這個時候的櫻木 他心裡最OS 我好想傳球啊 你有看到最後嗎 那個球啊 怎麼傳怎麼被解啊 好啦 那我慈善也不是一個非常專精的玩家 我還是有一些問題想要問的 就是專精慈善的人 那個超劫啊 到底啊 因為有時候我看啊 比如中鋒持球 那我超劫 大招超劫完 我看他隔了0.5秒 然後才把球傳出去啊 到底要怎麼樣 是不是站著抄沒有那麼好抄呢 或是這個行進間抄球 是不是也沒那麼好抄 有玩那個慈善的大神啊 可以幫我解釋一下 我大概知道 如果對方使用突破啊 就像阿牧那樣 如果用突破啊 是抄得到的機率是最高的 還有那個 他的那個把球拍掉 是按完美防鼠要釘的 貼得很近嗎 才比較容易掉 把他球拍掉還是怎麼樣 還是站在綠色的扇形面積裡面就ok了 反正呢 就是一個教學鄉長的頻道啊 我也不是很懂啊 也不是說拍個教學片 是希望有一些更厲害的來幫我做一個解答 這是我一些疑問 那麼下部影片解 解釋一下